瀑布 瀑布像厨房里开的水龙头 哗啦哗啦流个不停 哼 不知一个月要花多少水费 把瀑布看成自来水 一天到晚的流 很天真的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值得深思 现代的小孩已知道水费开支 是家庭的一项负担 乡下的小孩也许不会有这种想法 所以说 这首诗可以说是 城市儿童生活的反应 它表现了现代儿童对于天然资源 以具有经济价值的认识 同时也失去了观赏大自然的情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大自然的情趣 感谢观看